大家好,我是Brian,欢迎来到 Ask Brian Chong 从今天开始,我将进行一系列关于马来西亚电子发票 e-inmoist的讨论 如果大家对e-inmoist有兴趣,请like,comment,share 还有follow我任何一个social media channel 从明年2024年开始,马来西亚将分阶段进入e-inmoist时代 可能有些人会和我讲 Brian,从很多年开始,我已经开始了e-inmoist 因为我从我的快计软件,或者我kink在Excel,或者Word 把它convert成PDF,email给我的顾客 这就是e-inmoist,这是错误的 马来西亚的e-inmoist只能是Json或者XML format 任何PDF,Word,JPG都不是e-inmoist 以前,我们只需要做好的inmoist给顾客,顾客还钱 在e-inmoist时代,我们每一张inmoist都先需要承报给LHDN 然后得到批准之后,才可以把它交给顾客 没错,是每一张inmoist 除了inmoist之后,e-inmoist其实包含了四个文件 inmoist,debit note,credit note,还有refund note 那么你几时开始需要做e-inmoist 是明年2024年,还是2027年 这将是我下个影片所讨论的课题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个影片见,谢谢